当前我省疫情防控形势复杂严峻 医疗废物处置工作压力激增 全省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迅速响应 医疗废物处置工作有序运行 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医疗废物转运车司机杜强将医疗废物装车 运往集中处置中心 自本轮疫情发生以来 85辆医疗废物转运车往返于沈阳的各大医院 核酸检测点医疗废物集中处置中心之间进行转运 据统计目前沈阳市每天处理医疗废物量达到110吨 处理量翻倍 新冠医疗废物设立专点储存 实施专人负责 专车专人专线运输 我有两条分烧和三条微波消毒设备 完全能保证疫情费物拿到这马上及时处理掉 如果出现处理不掉 我有个专门疫情暂存区域 在24小时内保证完成处置 目前沃省已实现医疗废物集中处置能力全覆盖 全省共有医疗废物处置单位17家 应急医疗处置单位18家 合计总处置能力为每日1501吨 目前实际处置医疗废物约为每日310吨 完全能够满足需求 我们组织各市对医疗废物处置单位 及相关场所开展排查 加强设施检查和维护频次 确保处置设施处于良好运行状态 污染物达标排放 不发生次生环境污染事件 同时及时分析医疗废物产生量 指导各市启动医疗废物应急处置设施 同时我省严格执行医疗废物处置日报告制度 如出现运力不足等困难将统筹调配全省运力解决 记者王子焦 刘晨浩报道